赫彪又没有足够的信心在做出长练的进攻 对 所以双方陷入一个僵持的阶段 对 对 左右手的进攻 推开的瞬间赵凡林跟了一个高扫 这个高扫相当的危险 其实这个双方这时候 要更加勇敢一些 打破这种僵持的这个局面 双方都在找更好的办法 但是在想办法的同时呢 就会让这个场面呢 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 我们看啊赵凡林 这个从步法进行动的角度上来讲呢 比较丰富 这个赵凡林联系的这种不断的上勾拳 给这个贺彪来的 造成了很多这个 大的影响 对 我们看赵凡林移动步法 不是单单的只是前后的移动 不断的改变 贺彪把赵凡林挤入围绳脚 这是赵凡林的一个战术场的一个失误 我们看赵凡林在移动步法的时候 始终啊 不会让自己的身体啊 面对贺彪的正面 这样的话贺彪打起来的时候会 这个技术的包括这个角度啊 会非常方便 你看赵凡林一直在 你看他在向贺彪的身体的两侧移动 这样更有利于赵凡林的进攻 赵凡林 全家新酒啊 哎哎 所以赵凡林还是跟他 互互自己的步伐来这个 找一个角度 是吧 我带你反观贺彪 你看每一次进过完之后 都会登在原地 等待贺彪的反击 哎哎哎 十秒十秒多 哎哎 人后灯 但是力道不足啊 又补了一个正灯 这是一个 哎哎哎 哎哎哎 好第三局 好第三局 左右的直拳 赵春琳的拳法的反击相当快 其实这种打法会不会让自己这个身体一直处于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因为就是自己一直像就是说白了像一直在哆嗦一样 然后这个肌肉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一个状态 赵春琳在移动步伐的时候实际上是 除了给这个贺彪赵春琳 到了一种判断上有一种干扰 在移动步伐的时候 我们在在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移动步伐的时候是 身体是出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 虽然说他在不停地动啊 不断地消耗体能 但是这种从心态上 包括自己肌肌的这种肌肉的调整上啊 还是比较放松的 第三局这个 这个贺彪面对赵春琳的这个不断移动的步伐 但是从身体执行上还需要经过多年的训练和长期间的这种调整 才能达到一个比较自己理想的一个状态 理论和时间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 是的 一个后手的营迹 非常准 双方再次处于一个场暴环节 何彪刚才抓住赵传琳的正动腿之后 试图破坏了重心之后做一次反击 但是赵传琳在重心失去平衡的上那用全手撑住了何彪 这个他是想拽出他的单腿然后往前 往后拉然后往后侧方一拉 然后这样的话赵传琳可能会就会做一个身体上的一个重心的一个失衡 这个时候叫做失衡然后倒地的一个上那 做出攻击的话烧传率很大 所以这个在擂台上这些战机还是要把握得非常精进 对吧 现在赵传琳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贺彪是紧追不舍 只有贺彪这种非常黏着的打法也是赵传琳 是在寻求跟赵传琳进行阵地战的这种状态 哎呦真地战贺彪果然也有事 受下了 对谁的护齿掉了 好现在这个贺彪已经有点晕了 贺彪有点晕了 刚才在互相换拳当中 我看场上这贺彪的护齿没有完全弹到嘴里的时候 裁判就可能没有注意到 对对对对 开始了比赛 两位拳手都十分的勇敢 坚持到最后 到底谁能够登上荣耀的宝座呢 一后裁判28比30 二后裁判28比30 三后裁判29比29 本场比赛 蓝方胜 毕端 13度 9彭 1 2 3 10 1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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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